由于在国内娶个媳妇 人们会想到买车买房 车队排场 酒席宴会 彩礼齐备 这几条哪一条不满足 都可能导致婚事的倒吹 娶亲越来越困难 而在越南 由于男女比例失调 经济落后 加上女性社会地位低下 许多越南女性 希望嫁给外国男人 以求改变现状 越南同样存在 重男轻女的思想 越南女人大都很传统保守 在家里地位很低 辛苦劳作 任劳任怨 这一切 让越南女人更想远嫁了 由于中国的生活水平 远远超过越南 越南女子愿意来到中国 是因为她们渴望摆脱贫困 想靠着结婚过上好日子 而娶一个越南新娘 迎娶成本相对低廉 不要彩礼钱 也不要三斤 不求房子车子 而且女孩子温柔嫌会漂亮 一般来说 娶一位越南姑娘 只要两三万里金就可以 依近些年来 越南新娘嫁给中国小伙 还是很多的 但越南新娘对中国男人来说 语言交流成最大障碍 双方交流困难 要靠手机才能交流 新郎新娘互相说话听不懂 其中的尴尬可想而知 二是越南女人想嫁到国外 通常是改善家里经济水平 越南新娘每年要寄钱回娘家 这在越南是一种孝道 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三是越南女人的独立性较强 她们不喜欢啥事 都听老公的 她们往往都很有主见 喜欢自己做主 遇到矛盾时 她们一般会坚持起见 娶越南女人 虽然没有要防药车 要财礼的行为 但这三大尴尬 你得先有心理准备